我公開講 任何人或是任何論述 試圖把高宏安塑造成戀愛腦 李宗廷控制高宏安的論述 或是高宏安被李宗廷拖累的論述 都在幫高宏安脫罪啦 對啊 都在幫高宏安脫罪 少假笑 這裡面寫清清楚楚嘛 錢康明 他去問高宏安的那邊 請問怎麼辦 他說你去跟Jack討論嘛 對不對 然後他還說什麼東西 市長說你就讓Jack處理嘛 對不對 你跟Jack討論一下嘛 你就讓Jack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是來自於高宏安的縱容嘛 高宏安的授權嘛 Jack才好在那邊講話橫著走的嘛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小心一點講 我來引述所有小商人的對話好了 因為我後來把內情打聽一圈 我必須要講我很震驚 震驚了這個差不多半個小時 在車上久久不能置疑 那狀況是這樣 小商人在前天不得了了 因為小商人是嘉義的大咖嘛 他爆料爆100個料準100個 沒有不準過 而且人事實地物 然後通訊啊什麼電話 什麼都有的 江和樹議員的選民服務生意 就是如此的溫柔啊 江太太跟您報告 這幾位選民服務 我都知道是誰 絕對不會有懷孕的可能 請你放心 看你那麼辛苦 經營小生意 江議員的選民服務 也是很辛苦 服務到家到家服務 基本上已經是外遇也講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不會懷孕也講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評論說 哇這個真的有人爆料啊 你是不是有這個不同 外面有不同的女生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小商人打我臉耶 他馬上提問 我這個人對師不對人 我要糾正一下 在節目的資訊有誤 對方不是女生 我不知道這樣江和樹 要不要叫李章浩道歉啦 你的網婆要入伍啦 太難評論了 此時無聲勝有聲啦 但是我後來去打聽了一圈 細節我也知道了啦 那個視察貓手上有錄音啦 很多人手上也有啦 就是看這一槍要不要開下去 那就是回到剛剛的本題 如果這一槍開下去 也證實江和樹有這些行為 網婆要入伍了等等 能處理嗎 需要情業重序嗎 沒有 民眾黨需要的是視察貓 你替我經理說高峰安的出庭日情 你看我不知道當作搖滾民心 以下是高峰安演唱會場次 回三月份開始 3月6號3月13日 3月27日在新竹地七法庭 4月10號 4月10號還兩場上下午 4月17日上下午 一樣在地七法庭 那5月15 5月15 5月2日 5月2日 5月29 我月亮兩次不是條件要加強 是日有上下午 我不知道當作在開演唱會 你做一個新竹市長 你整天在找歡迎 你在市場要怎麼做 選舉之前就跟你們說 如果小湯兩家人 小湯兩家人 小湯兩家人 現在整個市長都找到美女 那個法庭 不知道當作是法院 一個出例而已 還有洪龍 還有家優團 我跟你講真的 不用費的演唱會 以後不用去高峰六名稱 去新竹歡迎 六九王安就好了 正經來想一件事 如果 教育現在由選舉之前說的事實 發生到現在是 黏米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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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富昆市 折汰東西 拆桌子都勒貧 這樣九王安市場辦公室 拆桌子都會咖啡 現在又拆桌子都會收骨 現在又拆桌子 全部都歡迎他們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間拆桌子 會都是新竹棒球場的桌 正經要問他 你先就倒對之後 先回顧一下就說不出來 高峰安的律師策略 第一個就是講 一直拿出證據來說 你看助理都有加班 每個月都超時加班 加班加很多 然後就一直拿出各種 就是加班的證據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把那個帳本 就是給他放在投影機上面 然後就給大家看 然後那個律師就講說 這一筆買冰箱的 這算不算公用 然後小初說算 然後這一筆買那個咖啡機 也算不算公用 他說算 所以他一直點公用公用 不就他是跳著點 我在旁邊看我會想說 你為什麼跳著點 下面有一筆那個衛生棉加 什麼黑薑茶 這一筆怎麼跳著點 你怎麼敢不敢 就點著那個衛生棉問說 這是不是公用 他就不敢講 第三個他開始就一直圍繞說 你這帳本有誤 為什麼裡面有些金錢 我們對不起來 然後小兔回答才會 他回答之後 我們才發現越爆越多 我公開講 任何人或是任何論述 試圖把高宏安塑造成戀愛腦 李宗廷控制高宏安的論述 或是高宏安被李宗廷拖累的論述 都在幫高宏安脫罪啦 對啊 都在幫高宏安脫罪 少假笑 這裡面寫清清楚楚嘛 錢康明他去問高宏安的那邊 請問怎麼辦 他說你去跟傑克討論嘛 對不對 然後他還說什麼東西 市長說你就讓傑克處理嘛 對不對 你跟傑克討論一下嘛 你就讓傑克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是來自於高宏安的縱容嘛 高宏安的授權嘛 傑克才好在那邊講話橫著走的嘛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小心一點講 我來引述所有小商人的對話好了 因為我後來把內情打聽一圈 我必須要講我很震驚 震驚了這個差不多半個小時 在車上久久不能自已啊 那狀況是這樣 小商人在前天不得了了 因為小商人是嘉義的大咖嘛 他爆料爆100個料准100個 沒有不准過 而且人事實地物 然後通訊啊 什麼電話什麼都有的 清清楚楚 江和蘇議員的選民服務生意 就是如此的溫柔啊 江太太跟您報告 這幾位選民服務 我都知道是誰 絕對不會有懷孕的可能 請你放心 看你那麼辛苦 經營小生意 江議員的選民服務也是很辛苦 服務到家到家服務 基本上已經是外遇也講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不會懷孕也講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評論說 哇這個就是有人爆料啊 你是不是有這個不同 外面有不同的女生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欸 小商人打我臉耶 他馬上聽我 我這個人對師不對人 我要糾正一下 在節目的資訊有誤 對方不是女生 我不知道這樣江和蘇 要不要叫李章浩道歉啦 你的網婆要入伍啦 太難評論了 此時無聲勝有聲啦 但是我後來去打聽了一圈啦 細節我也知道了啦 那個四叉貓手上有錄音啦 很多人手上也有啦 就是看這一槍要不要開下去啦 那就是回到剛剛的本題 如果這一槍開下去 也證實江和蘇有這些行為 網婆要入伍了等等的 能處理嗎 需要情業重序嗎 沒有 民眾黨需要的是四叉貓 大家都會覺得他好像 有些東西又寫得不是很清楚 比方說那個接錄音 他其實昨天後來又補的對不對 那你會覺得他好像 論述的時候有一些問題 我告訴你他很高 高在什麼地方 因為徐千情回來回覆他有沒有 然後前康明講說 又釣到了 被釣魚 他就發現我真的是釣到了 因為他有講說他的那個手機怪怪的 然後他說他的LINE怎麼會在那個 足足跨年的那個工作群組被踢出去 他是這樣寫 結果呢徐千情那邊 他們很開心就把那個群組的 那個對話記錄貼出來說 你看是前康明自己講說 既然我已經沒有這個工作 我不是文化局長的時候我就退出群組 是你自己退群的啊 你是不是老闆電 你是不是講話怎麼 前康明他要講這個東西 結果 田康明講說 又掉到了 那既然這個群組還在 那你放幾張這裡面的對話內容 這這麼重要的群組 那一定有很多事情重要討論 那不就是一直討論 一直討論下去嗎 他離開的時間是911 他離職了 所以他就退出了嘛 那為什麼 包括秘書啊 831到91之間沒有加入 這麼重要的群組 為什麼不加入 他就是要點出說 你這個有問題 而且他是不是有一點 早就要排擠前康明了 所以反正你加入嘛 我們演個形式過個場 但是實質上呢 你在的群組就不討論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其他的群組 建商工會群組 這可以合理的推論嘛 所以不要覺得前康明講話 好像哪邊什麼 他其實埋得很深 他在釣魚 不愧他這個 我不是覺得他是老鋼翁 可是他過去畢竟也是 他是寫劇本的 他有埋一些 編劇都很了解人性 有埋過一些梗 那可是今天有一些劇情 我稍微看不懂 我覺得李正浩跟吳子佳董事長比較熟 所以我會跟你請教 這個吳子佳爆料說 李中庭的爸爸媽媽都是很有成就的司法官 然後家世背景很好 因此他們對高鴻安並不滿意 高鴻安在當立委的時候 全民眾黨都知道李中庭當時是當地下立委 現在又在新竹當地下市長 他說這對情侶不斷犯下愚蠢又白目的行為在挑戰大家的智慧 那我有疑問 所以意思是說是李中庭很壞 然後高鴻安是戀愛腦沒有辦法約束他嗎 你的理解是什麼 我覺得也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永鴻哥 同樣的問題 再問一次 我沒有答案 也問主持人 只有三個人針對高鴻安失誠我爆料 吳子佳爆料 李中庭家事很好 李中庭的父母有點覺得高鴻安家事不夠好 這吳子佳爆料 鍾小平爆料 有媒體大吼勸高鴻安要早點分手 周玉寇爆料 寇姐 曾經的寇姐爆料 郭台銘有要求高鴻安分手 高鴻安有答應郭台銘 請問以上三個爆料者誰的攻心率比較高 由高到低 請排名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你還要看一些脈絡 但是不好意思啊 那個小平議員 我覺得你稍微低一點 你也都有可以做過一名 我個人 周玉寇大於吳子佳大於宗小平 我個人排序 以我忍不忍的起為主 主要看有沒有人起為主 我的意思是喔 現在我認為我公開講 任何人或是任何論述 試圖把高鴻安塑造成戀愛腦 李宗廷控制高鴻安的論述 或是高鴻安被李宗廷拖累的論述 都在幫高鴻安脫罪啦 對啊 都在幫高鴻安脫罪 少假笑 這裡面寫清清楚楚嘛 錢康明他去問高鴻安在這邊 請問怎麼辦 他說你去跟傑克討論嘛 對不對 然後呢他還說什麼東西 市長說你就讓傑克處理嘛 對不對 你跟傑克討論一下嘛 你就讓傑克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是來自於高鴻安的縱容嘛 高鴻安的授權嘛 傑克才好在那邊講話橫的走的嘛 對不對 我覺得有什麼好講 就是一大堆我最近看電視 有常常開電視就說 哎呀就是高鴻安的 他也不敢幫高鴻安護航 他就譴責李宗廷 李宗廷這個男的 這樣這樣一大堆嗎 他臭罵一頓好像都沒事 對不對 嗯 就跟一大堆國民黨的人 在講那個雞太大直撈倒的 不罵蔣萬臭罵雞太 對不對 不罵台北市政府對不對 雞太當然該罵 可是為什麼你只罵雞太 不罵蔣萬市府 一樣道理嘛 就是現在這種論述有的沒的 我覺得一是花絮 二我們根本不該討論 站在我的立場感情的是 一律支持分手 三你所有針對這種都在幫高鴻安開罪嘛 我就問個最簡單的 從以前的公積金案 對 到現在這個案子 高鴻安有沒有跟李宗廷切割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嘛 然後你還寫出那種新聞稿說 這個房子是李宗廷租的 高鴻安並不知情 對 有可能嗎 有一天這個高鴻安隆登市長李總理 把眼睛遮起來 來我帶你去個地方 兩個人手牽手 一直摸摸摸摸到那個八樓打開電梯 哇好漂亮喔 這是我租的 驚喜 然後高鴻安都不問誰怎麼租的 到回建築物啊 無限的景觀 然後看到公園 你也不會問多少錢 也不會問誰租的 有可能嗎 我跟你講就是我去參觀李正浩家 我都會說 李正浩你這個房子買多少 怎麼可能 朋友來一定會嘛 買多少誰租的怎麼一定會嘛 有沒有室友啊 分租嘛 對不對 你室友是誰啊 你住了這一間 那另外兩間誰租的 幸虧住進來嗎 還是阿凡宜就住隔壁呢 冰箱還要貼不要偷喝我可樂 廁所還說不要拿我刮胡刀剃毛 今天洗衣粉誰用的啊 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站在我角度都是脫罪之辭 高鴻安才是民選的市長 高鴻安才是手握權力的那個人 所有的事情高鴻安要一千個行企 可有趣的事情是 民眾黨現在便捷都說 還沒有罪嘛 這是觀感問題嘛 對不對 民眾黨現在都這樣講喔 民眾黨厲害 你的道德標準已經低到 只要是觀感問題都不算 因為他每次都處於違法問題 處於久了 感覺觀感問題沒事 那柯文哲今天在嘴什麼蛋的問題 這是一個齁 蛋的我先不談 我就問個很簡單的 法律問題會讓高鴻安坐牢 對不對 觀感問題會發生什麼事 會讓柯文哲落選啊 還有高鴻安被罷免 對 柯文哲本來就落選 所以不知道 會讓高鴻安被罷免 所以我最近每次都叫人家投票 高鴻安先坐牢先被罷免 不要覺得觀感問題 政治人物做成九成九的事情 都在為觀感問題處理 因為極少數的政治人物會搞違法的嘛 都在說觀感問題嘛 政治人物會落選 九成九也因為觀感問題嘛 民眾黨的成員齁的醜聞 不是只有什麼黑啊 什麼燒烤居酒屋等等的 有一個是跟李正浩有一點相關的涉及新聞 是那個民眾黨的台中市議員江和樹 他有一個醜聞 因為小商人就爆料說他有這個外遇 外遇多人 然後結果小商人就跟李正浩講說 李正浩你昨天在節目上 在分享這個事情的時候你搞錯了 結果他講完我們就嚇到 他說對象不是女生 他說對象要當兵了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小心一點講 我來引述所有小商人的對話好了 因為我後來把內情打聽一圈 我必須要講我很震驚 震驚了這個差不多半個小時 在車上久久不能置疑 那狀況是這樣 因為民眾黨要排黑嘛對不對 我先講民眾黨排黑 真的不用找情業重心 他這一招在幹嘛 他是拿情業重心的招牌 好的律師 好的會計事務所外商四大頂級的 來騙騙科粉嘛 我們找情業重心來了 我就問 科粉這麼好騙喔 哪找會計師事務所來查這個 昨天他們 這麼好騙 因為他是四大會計師 而且不是啊 昨天他們犯人在跟我 有台同台的時候 我就說會計師可以查有黑底嗎 他說有做真信 不是啊 真信是在查人 真信查的是商業部分的 財務的 怎麼會去查黑底 我像延伸中心去喊說 那個企業也沒有在意性不良的問題 真信不是真信業者啊 不一樣 你要看那個資訊 不是我就問那個 跟Google表單有什麼不一樣 你問要匿名結局 那個Google表單就好了啊 對啊 那個性相失信就好了啊 而且民眾黨目前的問題 是不知道有人染黑 還是知道了不敢處理 知道不敢處理啊 對不對 我們去年在這邊就講過 對啊 去年還是讓他講 暴力討在你都不知道講幾次了 對啊 嘉義的總會長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是不知道 你是知道不敢處理 現在有個衛報彈 小商人說的 小商人在前天 不得了了 因為小商人是嘉義的大咖 他爆料 爆100個料準100個 沒有不准過 人是實地物 然後通訊啊 什麼電話什麼都有的 清清楚楚 他說我們的國慶兄 找了幾個名嘴 跟那個一些人 來嘉義主席開獎 他說歡迎各位來嘉義 有三萬歲 但是那種勾結台南警察 來嘉義犯他命的 這應該是後面的人啊 不是那種名帶 跟民眾黨沒關係 還有民眾黨那位 做形象 但是偷吃還沒被他老婆發現的 真的沒來 哇那時候他爆這料的時候 就知道是江和樹了嘛 因為下面他有留言說 就是江和樹 里長變議員那一位 偷吃嘛對不對 後來呢 因為大家不相信嘛 你口說無憑嘛 後來隔天他就PO了這張 這只是畫面 可是裡面有江和樹的 陰檔說沒有啦 這個人知道你在台中 想問你好不好啦 大概是這樣 很溫柔啦 對他就說 我們和江和樹議員的 選民服務生意 就是如此的溫柔啊 江太太跟您報告 這幾位選民服務 我都知道是誰 絕對不會有懷孕的可能 請你放心 看你那麼辛苦經營小生意 江議員的選民服務也是很辛苦 服務到家到家夫 基本上已經是外遇也講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不會懷孕也講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呢我就評論說 哇這個真的有人爆料啊 你是不是有這個 外面有不同的女生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欸 小殺人打我臉耶 他馬上聽我 我這個人對師不對人 我要糾正一下 在節目的資訊有誤 對方不是女生 我不知道這樣江和樹 要不要叫李章浩道歉啦 你的網婆要入伍啦 太難評論了 此時無聲勝有聲啦 但是我後來去打聽了一圈 細節我也知道了啦 那個司察貓手上有錄音啦 很多人手上也有啦 就是看這一槍要不要開下去 那就是回到剛剛的本題 如果這一槍開下去 也證實江和樹有這些行為 網婆要入伍了等等 能處理嗎 需要情業重訓嗎 沒有 民眾黨需要的是視察嗎 做你替我經理 說這個高宏安的出庭日情 在看我不知道 動作搖滾民心 以下是高宏安演唱會場次 回三月份開始 3月6號3月13日 3月27日在新竹地區法庭 4月10日 10日還兩場上下午 4月17日上下午 一樣在地區法庭 5月15、5月15、5月2、5月2、5月29 我月亮兩次不是挑戰要加強 是因為是上下午 我不知道怎麼在開演唱會 你要做一個新竹市長 你整天在照反應 你的市場要怎麼做 選舉之前就跟你們說了 蕭湯軟街 小閃臺灣部 大閃臺灣 現在整個市長都走在立地 法庭 不知道怎麼做 他是法院 一個出列而已 還有洪龍 還有家優團 我跟你說真的 不用費的演唱會 他要不用去高雄六名七 去新竹 換他六九王安 就好了 正經來想一件事 如果 教育現在為選舉之前說的 事實 發生到這樣子 蕭湯 高雄安的那個律師策略 所以還在大陸 如果不是在大陸 你跟我們市長辦公室 是在大陸 你跟他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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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和他爭取 你跟他爭取 你跟他爭取 大陸 你跟他爭取 高雄安的那種律師策略 第一個就是講 一直拿出證據來說 你看助理都有加班 每個月都超時加班 加班 加班加很多 一直拿出各種加班的證據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把那個帳粉 就是給他放在投影機上面 然後就給大家看 然後那個律師就想說 這一筆買冰箱的 這算不算公用 然後小初說算 然後這一筆買那個咖啡機的 算不算公用 他說算 所以他一直點公用 公用不就他是跳著點 我在旁邊看 我想說你為什麼跳著點 下面有一筆那個衛生棉家 什麼黑薑茶 這一筆怎麼跳著點 你怎麼敢不敢 就點著那個衛生棉 問說這是不是公用 他就不敢講 第三個他開始就一直圍繞說 你這帳粉有誤 為什麼裡面有些金錢 我們對不起來 然後小兔回答才會 他回答之後 我們才發覺越爆越多 我是立委 然後我又是民眾黨的 台中市黨部主委 那這個是兩個身份 立委的部分 我辦公室錢 沒按他言 我有一個公基金 可是怎麼你台中黨部的 這一塊你的錢 都還要用到我辦公室的錢 你應該要有 黨部的自己的公基金 你家那邊的助理 再出一筆錢 你怎麼可以貪我高空安 辦公室助理的 這些小便宜呢 是不是貓貓 我跟你講我昨天去 聽我大概聽到下午5點 就是5點出來 就是跟你們連線 連線之後 他們出來後還有繼續下去 到晚上 我想說那來不及 那我就走了 那他們昨天的策略 其實這樣子 就是高空安的律師策略 第一個就是講 一直拿出證據來說 你看助理都有加班 每個月都超時加班 加班加很多 然後就一直拿出各種 就加班的證據 然後第二個 就是他把那個帳本 就是給他放在投影機上面 然後就給大家看 然後那個律師就講 這一筆買冰箱的 這算不算公用 然後小初說算 然後這一筆 買那個咖啡機的 算不算公用 他說算 所以他一直點 公用公用 他就跳著點 他是幫高鴻安盯著電腦 想要刪掉那一段就對了 不是不是 他就一直盯 不是啊 因為他就是要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嘛 所以那個他說 你說我貪污 46萬030元 那沒有沒有 我要把冰箱扣掉 我要把咖啡機扣掉 然後結果我在旁邊看 我想說 你為什麼跳著點 下面有一筆那個 衛生棉加 什麼黑薑 黑薑茶 對 所以你說 黑糖薑茶 這個毛指叫差不多 一步跟七步 他說這是 我想說 你這筆怎麼跳著點 你怎麼敢不敢 就點著那個衛生棉 問說這是不是公用 他就不敢講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他開始就是 一直圍繞說 你這帳本有誤 為什麼裡面有些金錢 我們對不起來 然後小兔回答才會 他回答之後 我們才發覺越爆越多 小兔一回答 這帳目的問題的時候 就東西就爆出來 例如說嘛 像那個律師們就是說 抓到了 你上一次不是說 只要高鴻安有還錢 然後他的那個 買的早餐錢 就會給他刪掉 因為高鴻安會在後面看說 這筆早餐我有還 那你要給他刪掉 然後這筆什麼飲料 我有還 你要刪掉 那為什麼有一筆 就是一百多塊錢 寫說高鴻安入帳 那你是不是抓到 你是不是帳沒有做確實 然後小兔就講說 沒有啦 就是那個 因為他一色有不熟 以前就是高鴻安在後面 叫他刪 因為一色有刪掉 就空一行嘛 就是空一行 空一行 然後他要這樣挪挪挪挪 因為他不熟 他只能就 他可能真的不熟 因為可以刪掉一整個儲存格 然後其他也都可以加總 那他真的不熟 對他真的不熟 他說每次刪掉 這樣空空空 他就慢慢這樣子挪上去 挪上去挪上去 然後很不熟 所以他後期就是有點偷懶 就不再用刪掉 就直接就是寫說 高鴻安有入帳 然後結果第二個 他就提到說 為什麼有些錢就是兩筆 你入帳跟進帳不一樣 然後那個小兔才說 因為高鴻安除了叫我 管那個辦公室的 公積金帳本以外呢 他還叫我管那個 台中黨部的帳本 然後台中因為兩筆 兩本帳本有時候要相衝嘛 然後他為了節省時間 就相衝的時候 就有一些扣 先扣除再匯進去 所以才發現數字不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 檢察官又有興趣 就講說 所以你那個 你的公積金也會用在黨部對不對 然後他說 對還會用到黨部啊 例如說呢 那個有時候 台中黨部新開幕的時候 他有派人下去拜拜 那拜拜的時候 買的那些貢品啊 台中黨部的那個帳本不給報 那不給報那要報到哪裡去 那就只能報到那個 辦公室公積金 然後檢察官還問說 那你還有什麼東西 就不給報要報到公積金 就是那個黨部的那個帳嘛 那有時候要匯款 有時候匯款不同帳戶 我們都知道 大概扣到5塊10塊 或15塊 看不同的銀行啦 然後他那個 小兔就說他就是匯款 然後這樣加起來 大概總共100多塊的手續費 匯了好幾筆嘛 那那時候要報那個黨部的那個帳 黨部也不給報喔 黨部不給報 那就問高宏 高宏說那也去報公積金 所以那100多塊錢的帳 也是報到公積金裡面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問他就問小兔說 那個那個你這個公積金的錢 你們有 你有沒有可以自己決定權 他才很崩潰講說 我以我以前剛開始做 也以為我有決定權 但是實際開始做發覺說 我連10塊錢的決定權都沒有 他就開始崩潰 就講說那個我 這個沒有決定權啊 我們連去訂購高鐵票 然後想要去領實體的票 就去7-11領取 然後那10塊錢的那個手續費 高花都在旁邊碎碎念 這10塊錢你要自己負擔吸收 然後我們在下面就一直在下面一直笑 你知道我們這個旁聽習 那旁聽習大家也都在笑嗎 對 旁聽習 麻煩有沒有敲采 沒有沒有 這已經構成那個職災了 職業災害了 因為這個在職場中被暴主這樣 雇主這樣霸凌 可以去勞動部去講一下職災 對 我們旁聽習就是很 就是笑得很含蓄 但是聽到他講出來 就下面都在笑說 連10塊錢都要那個 對啊 還好我沒有這種老闆 好可怕喔 柏惟 身為立院榮譽顧問 有沒有什麼忠告要給高鴻安 看一看你覺得自己滿悲哀的啦 那個時候我們的薪水 然後包含這個 不管是國會 或者是地方的助理 包含我之前前公司的幫忙 我們養了20幾個人 但是我還是有其他的開銷水電 辦公室 油資等等 立法院補助不到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有一群好朋友 他們額外在捐款 比如說他們幫我們支持 他們還要想辦法 幫我們忠援這些另外的開銷 你看看人家說來做立委是要賺錢的 漏開 原來我看 做立委做到我們的資者了解 你要選舉人要關錢給你 你要開國務處人要關 房子給你 你現在這個 竟然不便 人家還要幫你買文選 花生 水 春蓮 要幫你補助 漏開 但是我們是要很打拼 這不一樣 你也有另外一種做法 我來拼現金 我10塊要省 100塊要省 如果我的資資者都不能漏開 大家出門膝蓋都現金 這樣好 這是真正的民主 如果支持你的 大家都好 沒有支持的都算這樣 這樣對嗎 我們設計一個 設計一個政策 不知道要通人家 如果要噴六千 大家人都噴得對 要煮疫苗 教會所噴就沒有分 你哪裏 哪裏 這樣不才是一個政客 剛才很認真 做立體法經理 說這個 高峰安的出庭日情 這個看我不知道 他當作搖滾民心 以下是高峰安演唱會場次 那三月份開始 3月6號3月13日 3月27日 在新竹第七法庭 4月10號 4月10號 還兩場上下午 4月17日上下午 一樣在第七法庭 5月15 5月15 5月2 5月2 5月29 我月亮兩次 不是條件要加強 因為是上下午 對 我不知道怎麼在開演唱會 你做一個新竹市長 你整天在做歡迎 你的市場要怎麼做 選舉之前就跟你們說了 消貪兩家 我們洗漢臺灣部 大漢臺灣 現在整個市場 都找到美女 那個法庭 不知道該當作 還是法院 一個出例而已 還有洪龍 還有家優團 我跟我說真的 不用費的 演唱會 以後不用去高峰 六明星 去新竹 換他六九五 就好了 正經來想一件事 如果 還有 照顧現在 隨選舉之前說的 事實 事情發生到現在是 黏米咖啤 黏米收集 黏米現金 你說咖啤也有關鍵 沒有啦 是想咖啤 所以是傅昆臺 台東東西 車庭 頭都勵 這樣到我們市場辦公室 車庭會比較咖啤 來現在車庭會比較收集 來現在車庭會比較全部 都那個歡迎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間車庭 會比較是新竹棒球場的頭 正經在問他身體 倒對之後先顧回的說不出來 講一下剛剛今天的回應 他雖然說講了那麼多 他其實漏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是為什麼政黨利益 我為的是個人恩怨 我就是為了個人恩怨 對 我跟你講 政黨 我又沒有政黨 我為什麼要搞你 就是誰叫你的現任助理告我 你的助理告我 那我就搞你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我很謝謝那個4X貓 正義女神4X貓先生 最近一直在臉書 分享這麼多的逆心給我們知道 那我們每天都一直在關心 他的臉書的進度 好 因為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4X貓 所以我們要來了解 到底事情的原委是什麼 高鴻安說你 選前三天公布這一些 經過剪輯 又很片面 斷章取義的錄音檔 這樣去頭去尾的言論 到底是為了公共利益 還是為了個人政黨 還是政治利益 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於是他講說 我們的助理主管有提到說 錄音檔流出又被斷章取義 被他本人的權益是有損害的 所以他會找律師來到3X 要研你相關 要怎麼後續法律的作為 我是請教你的部分 我請教 你因為跟助理之間非常熟悉 說你得到這些情資消息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兩塊 一個是信品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勞資糾紛 是怎麼一回事 我要先講 其實他如果要告我還是會怕 畢竟後面有兩三百個法務 沒有那麼多 我也是會怕得罪郭董的 所以他如果說真的 那不是你真的覺得 鴻海的法務現在還會支援高鴻安嗎 我不知道 可是他講出口我還是會怕 鴻海現在是劉董不是郭董 我要講一下 剛剛就是今天的回應 他雖然說講了那麼多 他其實漏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是為什麼政黨利益 我為的是個人恩怨 我就是為了個人恩怨 對 我跟你講 政黨 我又沒有政黨 我為什麼要搞你 就是誰叫你的現任助理告我 你的助理告我 那我就搞你 就是這麼簡單 對 然後他剛剛還有講到什麼 他說這是經過剪輯 我跟你講當然經過剪輯 裡面不管是主任 因為高華人錄音我也有 對 高華人 因為我可能今天晚上沒喝醉 我會剪一下 然後公安就是開口閉口就講說 就直接講主任的名字 就某某主任 然後他 我講過他之後 他現在也沒有在碰你 怎麼樣 就直接把他做什麼事情 然後把他名字講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剪輯不對的話 那我明天就不會 我明天就不會 其實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剪輯還保護了一些內容 你覺得好像太露骨了 不應該出現了 你知道嗎 那個變衣是你弄的嘛 變衣是3D2 你弄的沒有變衣 但是我有把那個 就是把人民的部分 就剛好前後都會有人名嘛 那我就切中間那個 因為其實我才不太會剪輯啦 我就只會去切而已 所以我就把有人名的部分切掉 就那一段給大家聽 那如果高宏安覺得說 那如果高宏安覺得說經過剪輯斷章取譯的那個錄音檔不可信的話 那我明天也是可以放下所有真實姓名的錄音檔啦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都是由高宏安親口講出來的唷 你這樣講他又要身心俱疲了呢 再兩天就夠了啦 對不對 他真的想要的話 我晚上也是可以放 這樣的話我還不用什麼打馬賽克 還不用什麼嗶嗶的效應 只要保護被害人 其他無所謂啦 對啦 對啊 如果他想的話 我明天早上也是可以放出來的啦 看我今天晚上有沒有喝醉 你今天晚上的連載會太多 因為你還是一樣邀約了助理是不是 我剛剛又邀了三個助理 然後一樣今天晚上去喝酒 喝到凌晨三點 然後看看 我剛剛講說就是這幾天感謝他們給我資源 給我資料讓我上通告嘛 賺了很多通告費 晚上酒錢我請 好 你很大方 回饋嘛 又不像高宏安 都不會回饋助理的 還要他們助理捐錢給他洗頭髮 對啊 所以我想說回饋回饋 我們等一下讓貓貓再繼續分享 來 貓貓要補充 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爆料室 就是之前塞過那些 兩瓶的助理跟我爆料的 所以他蠻多怨言的 你說兩瓶塞四個人 對 兩瓶塞四個人 他說 所以他就跟我講了 塞了一堆東西 我講出來其實比較緊 你不小心又說出一個秘密 他是高安的助理 結果他也是在兩瓶塞四個人 沒有 沒有 助理很多一樣 我跟很多助理是好朋友 所以他其實還有加一些話 他講說民眾黨是八月創黨的 那他們一直到二月就進入立法院 所以總共五個月 他說五個月 柯文哲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像樣的中央黨部 是不是說他根本就沒有找黨部的 根本就沒有執行能力 還是說他看房子都要看風水 風水不好他不搬進去 那後來這件事情爆出來 就一開始上報報嘛 後來好像鏡中開又跟上怎麼樣之類的 他後來就下令叫謝利公去找 那謝利公也找了三個月 還是找不到 所以後來黨內也質疑說 謝利公是不是也是不會找房子 我想要補個八卦 因為剛剛講到 我忽然想到那天喝醉酒聽到一個小八卦 但是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沒有寫出來 主要就是說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台灣民眾黨 之前是在租一個禮部大樓 然後那個行情價 大概就是一個月大約要七八萬 然後那個建商 可能是半買半江的時候 就租他一個月兩萬三 然後後來這個事件爆發 就是那個寄生國會的事件爆發 因為那個地方租用的地方 他們只有他們租兩層 一層是那個謝利公辦公室 另外一層就是他們 台灣民眾黨的錄影間 直播間是不是 對 他們有一個直播間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那個 對 應該你有去過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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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邊 所以那邊其實是有工作室跟錄影間 好 可是因為那個寄生國會事件 發生之後 那個柯文哲就另外找地方 然後全部簽出去 但是他沒有一次全簽 他就先把工作人員牽走 但是直播間還放在那邊 因為直播間的器材比較難牽 還放在那邊 那那個建商的人員就進駐進去了 所以那邊就是變一個很尷尬 就是直播的時候 要去人家的辦公室裡面開直播 因為裡面有 人家辦公室有一個房間 是台灣民眾黨的直播間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請到高宏安去現場 然後高宏安是當天來賓 結果他就凶他的助理講說 外面很吵 你出去叫他們不要吵 那間已經不是台灣民眾黨的辦公室了唷 只是那個房間是借給台灣民眾黨 就繼續錄影的 結果他就凶助理 然後助理就很尷尬的出去說 能不能拜託小聲一點 可是在你的故事裡面 好像高宏安沒有哪一天的情緒 是比較peace的 喝到可樂可能就比較好 喝到可樂可能就比較好 跟他的捐的錢一樣都是377耶 喝可樂喝多一點 可能清晴就好了啦 是這樣 因為我就是平常沒事會去抓一些假帳號 網軍啊什麼什麼的 最近抓的沒有那麼勤快啦 因為我最近就是還有忙高宏安事件 前陣子的那個論文事件 所以就是我現在就是有點荒沛 但是我還是會去做 那我最近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有一個帳號呢 他就是每發文必報文 報文的意思我就超級講 就是那個 被推爆是不是 大量的正向留言 然後按讚 然後推爆 然後他會顯示一個報文 報文 然後所以我去查了一下他 我發覺這個帳號很有趣 這個帳號呢 是在今年的10月底 在那個露天拍賣販售 它是一個上佔250次 大概是創帳號 3、5、5、7年吧 大概是7年8年的老帳號 一個創帳7、8年的老帳號 那個他賣2萬塊錢 那10月底販售之後呢 他在11月開始寫了9篇文 每篇文都推爆 每篇文都在攻擊桃園 那我就把這兩個做連結 就想說又是一個買人家帳號 不敢真面目示人的人 然後在那邊發一些謠言的資訊 那我大概要先講一下 因為我以前也是PTE八卦版主 因為早期我們為了避免選錢 那個有些小帳號 就是一些分身帳號進來鬧板 然後帶一些不實的謠言 所以我們會把那個選錢一兩個月 會把那個發文的條件提高 大概至少要創帳號 大概要3年以上 要3年以上才可以那個 今年好像更多 今年大概要4、5年 才可以PO文 才可以發文或留言 對 然後所以這 雖然說這可以阻止 就是有些公關公司 他的帳號比較小 可能剛創一年沒有辦法發文 所以他們就直接用買的 反正我就花20萬買10個 一個負責發文 剩下幫我自己推報文 因為其實你要推報文 其實也只要幾個帳號 這樣輪流推輪流 就可以了 所以這我被 他是從11月初開始 那我就現在11月底 我比較有空抓到他 就他剛剛又發了一篇文罵我 他罵你什麼 我好氣喔 他罵我罵很難聽 他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 然後說我是那個什麼 陳時中他們團隊養的 什麼什麼東西 對 然後他講說 他前面講的9篇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抓他 然後一直到前8篇都沒有抓 第9篇講到那個鄭文燦 鄭文燦我才抓到 是不是說前面8篇我都沒 就是我是不是也是 鄭文燦養的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這是最近比較罵 我還要監督高宏安 那這個時間 那我還要監督高宏安 那我就是慢一點檢舉 你就說他罵到 頭皮疼就對了 對啊 因為他每個人都罵 他罵到鄭文燦的時候 我才開始說他是獎帳號 他就說我是鄭文燦養的 然後前面都不關我的事 我好氣喔 真的好氣喔 幫我去罵他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還要來聊 有關於鄭文燦其他被國民黨的 抹黑的這個部分 我先來接call in電話 我們要接的這一通是台北的蔣先生 來蔣先生有什麼心聲要表達 謝謝 我很謝謝那個4X貓 正義女神4X貓先生 最近一直在臉書 分享這麼多的逆心給我們知道 那我們每天都一直在關心 他的臉書的進度 有時候半夜一直搭 那我們都一直沒辦法睡覺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 我們看那個臉書的推文 跟那個網友的回答 我們都非常的振奮 因為他的讓我們知道 新竹市長那位候選人的 真正的真面目 第二個我是想要反應的就是說 我覺得臺灣的反應 不敢說100分 但是至少比例 全世界很多國家來講 我們是做得真的非常好 但我是希望我們臺灣人 我們臺北市民 能夠給我們的阿中指揮官一個機會 讓他能夠當選 謝謝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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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委員為什麼要告我 我沒有犯說為什麼要告我 為什麼 高委員為什麼要告我 為什麼 高委員為什麼要告我 你在前上是誰就好嗎 打開 啊 啊 快 好 來 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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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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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